1880年巴黎山龙展展出这幅画时 众多评论家纷纷猜测它的来源 有人认为创作灵感来自于法国浪漫主义小说保罗与维吉尼 小说中的少年主人公在暴风雨中奔跑 寻找避难所 临时用女主人公的外裙作为雨伞 也有人说画面来源于古希腊小说达夫尼斯和克洛伊 你们再仔细看暴风雨的画面 天空阴暗不详 右上角有一道闪电 和春天一样 画中两个人物都赤着脚 卷须着头发 女子透明的纱裙凸显出她的青春 深芥末色的遮与布 呼应着她淡红棕色的头发 男子的腰间别着牧羊人的号角 两边正在变褐色的植物叶子 暗示着季节 画面的背景是深色 前景明亮 男子整体色彩暗沉 女子在白纱的衬托下格外引人注目 画家以光线和色彩的对比 衬托出力量的美感 这是19世纪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 看起来男子是背景 但实际作为陪衬的是 散发着光泽的女子 男子线条粗犷 女子线条柔弱 这幅暴风雨 则是抓拍了男女主人公 在雨中奔跑的瞬间 歌颂美好纯洁爱情的同时 表达了男女不同的力量和性感之美 今日刻的这些俏皮的青春形象 仍然吸引着公众 而这幅暴风雨 则是全世界博物馆 都梦寐以求的藏品之一 这幅暴风雨 我看起来 对视频宣诞 我看起来 很多厚